妇女在怀孕的时候呢 很多的时候体重都会不断地增加 因为美其名曰说 一定要保证肚里的小宝宝的营养 那最近呢在湖南长沙呢 就有一位女子 因为体重过大 生二胎的过程 那真叫一个惊心动魄呀 咱们来看一下 图片上呢 这位正在生产的女子呢 怀上二胎之后 她的体重从180斤 直接飙升到280斤 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胖妈 其实没有飙升的时候 180已经够多了 结果飙升到2008 而且呢 她因为肥胖还患有心肌病啊 肺动脉高压啊 以及妊娠期糖尿病等等等等吧 由于她的体重严重超标了 这个手术及麻醉的难度倍增 医院呢也是非常重视 出动了16名医务人员 一起上阵皆生 您瞧瞧啊 这个打麻药的时候呢 这个医生就抱着这个产妇 后面呢 还有几双手撑着她的后背 你累了 患我上 在场了多位医护人员接力呢 当起了这个产妇的人肉之称 直到这个麻醉成功完成 最终呢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紧张手术 母子平安 这个时候所有人呢 都已经是汗流加倍 累得不清了啊 您看看 这医生们真的是忙的呀 全都是满头大汗 而这组照片也确实感动了很多的网友 纷纷说医生和妈妈都是英雄 真的是心疼医生啊 辛苦了 同时呢 也祝福这位妈妈大人孩子都平安啊 那医生也提醒说了 这个孕妇怀孕期间 一定要根据自身的条件 该补的补 但是不能乱补 正常体重的孕妇准妈妈 整个怀孕期间 体重的增长量最好控制在 12.5到15公斤的范围之内 其实你增加过多的话 反而会影响胎儿的身体健康啊 我身边有很多的准妈妈啊 她们呢 怀孕了之后都会说 啊 我必须要使劲吃 不停地吃 因为这样才能保证自己肚子里孩子长得够大 那有几个朋友前段时间生孩子了 他自己长了四五十斤 结果孩子也就是五斤计量 六斤计量 你说这肉都长到谁身上去了 所以说不管怎么样啊 健康才是最重要的啊 孩子是一样 家长也是一样的 那我们下期再见